如果我们要讲说台南城市是一个 让我们感觉非常有丰富内涵的有机体 这有机体的新装 我想中正路应该是 择坊那年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地区 中正路在当时日治时期的1902年 把台南它变成一个非常活络的一个街区的时候 那事实上中正路就是最精彩的存在 如果我们沿着不知道我背后看到的这个地区 一直往前走去 你就看到我们台南的车站 从车站走过了我们当时的大正丁通 就是我们说的中正路 就一直往前走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梦王丁通 也就是现在的中正路 当时是全部所有台南市最精彩的地方 那它的精彩呢 其实就在1927年的时候 有一群当时日本商人 他们共同成立一个住宅的店铺建筑的树成会的组织 这个组织呢 就沿着我们这个中正路 从这一头和这一头 总共它有27间建了一个最欧式氧化的 一个很好的店铺的建筑 因为这样的建筑呢 所以当然整个带起了整个中正路的商情 那我当时呢 在写连百货的时候 我透过很多骑荡的学生告诉我 就在这条街上 然后呢 他们常常会有大游行 游行呢 在击败神 所以那个大游行的时候 很多人拿着饭匙啊 然后呢 他们可能带着一个毛巾啊 就黑一黑一黑一又的 就开始走这一段 非常热闹的一个街道 所以使得中正路 当时变得出了精彩的存在 然后呢 后来这个中正路呢 当时可能遇到个战后之后呢 它就能静下去了 然后对整个我们台南来讲 它仍然还是保有中正路 西门路 应该是台南最精彩的一个地区 那我们这次呢 其实有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是 墨广街区的游艺游报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城市的街景的展造 透过一些艺术的展演 让我们的城市 它可以在这里呢 产生一个街道 就是我的美术馆的意向 那么中正路的艺术造成呢 它在整个旗楼的天花板啊 挡柱啊 还有它的店家的橱窗 人群道上甚至于分隔岛上或者您看到的店家 它全部都做了很多的艺术的展演 总共有28个空间 那这空间里头呢 它主体有时尚的马虎 展示温暖 而具有色情感的艺术 那么也有精工精品 那么这个是从我们中正路的永福路到西门路 用一个艺术来展现这个城市 带领分下未来的轻微创作 然后呢 从这个新门路一直往下走到中正路的底端 那么它主要是有一个游户场 你可以游户在这个地方呀 然后呢 捕捉很多城市 很多市民的校园 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展演 让整个城市呢 借着艺术就活路了起来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中正路上 它的古迹被外形了 当然我们知道从林百货 它开始开户以后 2014年的6月14号 到现在4年了 整个中正路 它的商机就带领下来了 林百货带领了我们所有台南 整个百货企业 整个文创 整个台南的文学跟地纪 也完全活样起来了 然后呢 这林百货的对面呢 我们看到是一个土地一块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一次的艺术 做了一个城市时光 由握手工作室 它来给我们用多媒材 然后呢 产生光严的互动 在夜晚的时候呢 你发现 它整个狼柱之间 非常古雅的光严的互动 广而唤醒了我们城市 许多光严所在 然后呢 你走这个街道上 还有美食也 从最早时期呢 您看到的杜小月 那么当时呢 它的一个作品 它现在这个美食 也丰富了整个中正路 给你看到的 狮子搭动的 非常传统在地的小吃 还有啊 双犬红茶 在中正的130以下 您看到双犬红茶 它告诉你 你吃我来吃 那个吃我来吃 因为没炸车 小吃也会 因为这样也会过 这个美食是个邀请 除了这一碗 还有产品 我们在中正的看到 比如说我们前头 刚刚讲到 200后的旁边 有兜空间 兜空间做了什么呢 刘文富这个艺术家 他做了一个粉兜 真的粉兜哦 兜就是去散步 粉当然充满台味 在兜空间的旁边呢 我们还看到了 李晨英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公司 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呢 我们做的是弄灵光严 借着色板 借着光线 产生满难 灿难的感觉 然后呢 你再往下一直走下去 另外一个有趣的产业 那我真的要介绍 那个就是唯音唱蝶 唯音唱蝶的许国荣先生呢 他其实透过许多音乐爱好 然后呢 告诉你 这个城市 永远充满美妙的声音 然后呢 许国荣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用摇滚音乐 可以颠覆世界 而这颠覆世界的能量呢 其实可以证得 世界的公平跟争议 其他只要告诉你啊 都听听城市的声音 一切十分美妙 然后你可以发现 我们透过很多的管路 艺术家的创作 他会在中之路放送 我们许老板为各位选择最好的音乐 然后呢 他在对面 这样往前走下去一点 你看到萨大利巴 你也不会错过城市的声音啊 炒菜的声音 巷弄的声音 还有呢 许多人南南往往的交谈的声音 一样也是透过一个艺术的创作 他的音管 一个管子音管子 接收的城市每天 从听根到暗门 大家非常努力 在这个城市 情绪啊 生活啊 享受的景象 我觉得中正路是一个 充满故事的地方 我曾经写过一个中正人的名字 她叫做白菊 白色菊花是一个高级的象征 这个女子呢 她曾经是在我们台南 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 就在现在的欧美百货 她曾经替许许多多的美丽的女子 看护白啊 学走过啊 两次新娘的领福 因为这样有过 她的美妙的故事 也在中正路这样流出来 我不知道 您好有多少机会 来到中正路再走一走 如果您在到中正路的时候 我会提醒您 我也希望您 可以放慢您的脚步 慢慢走 让我乱舌 给发现中正路 其实因为我们的艺术造街 找到一个美的能量 城市有许多故事 有各种不同的书写 我觉得美是一个最低书写 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之中 借着艺术表达 我们台南要 艺术再造 再现的光 而且很重要的是 借着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艺术 以及美的凝聚力 我们也找到我们自己 属于城市的骄傲 中正路 我们努力做的莫广街区 游艺群好 我真的邀请您来 不要错过胎哟 当然 谢谢 谢谢 budd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